我给你形容一下我的第一场戏吧 当时很简单我就跟你说 摄影机在这里 整个轨道就像这个黑色的轨道 这边是荒芜一片 被烧的哪哪都是枯树 然后我走到这个一个荒芜的一个地方 按理来说我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表情 但是我不知道要找机位 因为这边很正常全是人没有荒芜啊 所以当导演一喊开始 我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我就没有看过这边 后来摄影师咔就开始骂我 你在干嘛 你不会看机位吗 你不知道镜头在哪里吗 然后我回答是什么 没有啊你们这都是人啊 我不应该看这边吗 哇那种脸丢尽了你知道吗 大家就觉得这是哪里找来的傻子 我觉得最近可能真的是 大家压力太大了 大家不停地在给这些任务 我们现在先放下没关系 但是该坚持的内心一定要坚持住 打垮的是你自己打垮自己 没有人打垮你好不好 加油 好 谢谢教导主任的这个书压 很好